欢迎来到雨昕的fashion大改造 我有很多的衣服 It all has to go 我留下的衣服都必须是我梦寐以求的衣橱当中会有的 让我来告诉你我的master plan Hello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自从我Bilibili频道开启的那一天 我就收到很多的评论要求我做一个服装搭配的视频 of course 我一个fashion lover 就是一个我很热爱的话题 但是最近我对我服装搭配 这方面不是非常的满意 我穿衣服的时候 它没有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或者很有自信 you know what I mean so非常感谢我近期得到的好几个modeling job 陪了一些零花钱 在淘宝双十一 guilt free无愧的 买了一个全新的衣橱 可能没有一个全新的衣橱那么夸张 但是我还是有买满多的 再加上国外我们刚过了black friday sales 我趁机也有indulge in some name brand pieces 我是我妈妈的女儿 她说我从小就有expensive taste what can I say girls you gotta treat yourself boys you have to treat yourself too everyone should treat themselves anyways我啰嗦够久了 so让我来告诉你我的master plan 欢迎来到与新的fashion大改造 在这个迷离系列中 我要通过三个视频来全新打造我的衣橱 so今天是这个系列中的第一集 我要带着你们跟我一起翻遍我的衣橱 我要下手非常的狠 ok 就是在这一年里面我没有穿过的衣服 it all has to go 我留下的衣服都必须是我梦寐以求的艺术当中会有的 这件衣服 is it contributing to 我想要的那种风格 or is it holding me back important questions to ask yourself 我是一个非常不会做决定的人 我会拿起一件衣服 这件外套是我妈妈给我的 可能我两年都已经没穿过 虽然没有穿过 但是可能有一天 我要去一个Halloween party maybe girl be realistic 我也会跟我的衣服产生情感 ok 我会对她们非常的emotionally connected and I'm like I can't get rid of you we've been through so much together 我看了另外一个女生清理衣橱的视频 她说要是不把衣服全部拿出来的话呢 她可能会偷懒 ok 所以一部分我已经清理出来了 我先把这一趴整理出来 然后再继续 这一趴我已经很久没有穿了 我发现这个颜色 我穿起来其实不是非常的好看 so 这是我另外的一个tip 你梦寐以求的这一个衣橱 它的色系是什么 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颜色 prime example 我看到这一位的时候 觉得它非常酷 you know 不是我的色系 um she's gonna go b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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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在下一个视频里面 道次里面一个秘密是一个开箱视频 我会更深入的聊 我选这些衣服搭配穿搭的时候 what am I looking for 我从我的车里面 把这个大的IKEA帮我拿出来 我要装我所有需要捐的东西 这样子我好直接背上 黑走黑走 然后把它们捐掉 easy peasy done 然后呢 我要卖的衣服 放在这个洗衣篮里面 moving on i need a doctor to put me in a coma cause there's no getting over you 这件衣服呢 是一个非常cozy 很厚的冬天的外套 但是呢 我们夏天这边 我们夏天这边 我们阿州这边 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so 我不要把它放在我的衣服里 我把它折起来 放在我衣服上面 就是比较难 难够到的地方 i don't need it right now 这件外套是我 经常经常穿的 这是我另外想要滑重的一点 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 what are the must-haves in your wardrobe and I think I'm losing my mind 对我来说的话呢 是这种非常大的皮外套 just keep it in mind 这件衣服 也是我妈妈给我的 she's so bougie 可能不适合夏天穿 这个也是我在二手店买的 其他的两件皮 也都是在二手店买的 so thrift stores 我可以找到一些 very good stuff 这件衣服是我妈妈 做给我们冬天穿的 它像一个被子 我已经有类似的一件 西装外套 然后我好像更喜欢 另外那件西装的外套 she's gotta go ok 要是我每件衣服 都要跟你们商量的话 we'll be here forever so I'll check back in 我听起来像那个puffer fish 有一个视频有一个人在喂一个puffer fish 胡萝卜 然后他放在他嘴巴的时候 他就在啊 啊啊啊啊啊 Cheers 好吃 Taritos 我觉得我不应该用我的要吃 但是我没有 I'm too scared ok I did it 我的相机马上就没电了 我吃饭的时候呢 我会冲我的相机 吃完之后 我们再继续 Fighting 我这边的衣橱已经差不多 所有挂起来的衣服已经过了一遍 我们清出来的还是蛮多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的衣橱里面有很多非常乱的零碎 像这里面 那里清完了之后呢 我还有这些柜子 然后呢 我还有这里的柜子 然后呢 我还有那边 你看我鞋子站的地方 我该要让他们付房租 帮助跑 帮助跑 我这么一个专门来储存鞋子的地方 但是我发现 我放在这里的鞋子 我从来都不会穿 因为我非常的懒 而且我的脑袋 它的运营的方式是比较 也是比较懒的 要是我眼睛不能马上看见那个鞋 是什么 我就不会去穿它 像这时候鞋子 可能我14岁的时候 就有这个 本来是我妈妈的鞋子 我在成年之前穿高跟鞋 比如我现在成年之后 因为我穿高跟鞋子 就是要多的太多倍了 我现在更可能穿的高跟鞋 是像这样子的 kitten heels 接下来这双鞋 I'm not wearing her 这不是我的风格 ok 这是我16岁的时候 想要当成年人的时候 会穿的鞋子 但是现在 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我不需要去装 现在我只是想要玩 这些是不玩的 这些是不玩的 不玩的 所以 OK 然后呢 这边有我所有的长裙子 可能要是去一个比较fancy一点的晚饭或者什么的 我尽量有按照颜色来把它们分别的挂起来 是从黑色然后渐变到彩色 这边我是迷你裙 这里都是我比较好玩的上衣 然后逐渐变成像这种开衫 然后呢进入到jacket 大衣这样子的一个衣服 现在我有好多的空间 之前我的衣橱 很紧密麻麻的 很难看见我有哪些衣服 我的衣服 我的柜子全部清理好了 OK 这些是我要卖的衣服 这些 是我要捐的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successful的一天 下一集我会给你们一些买衣服的rules some help 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amazing anyways 我的相机马上就要没电了 sir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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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t's more than I dare to think about Every night Every day Just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Won't you just stay